乒乓球是一项速度与激情的运动 在赢球之后选手往往会热血沸腾 做出一些夸张的庆祝动作 但是有些选手输球后同样也会气急败坏 做出一些不理智的行为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拼弹十大败能品时刻 第十个 莫莉高德 接球插往事物之后 莫莉高德直接路摔球拍砸向对手 这还不穿完 你看看这摔毛巾的样子 兄弟教练可没能力啊 不过不知道这对手有没有被球拍吓到 第九个 张继柯 多换之后男人激动 张继柯直接冲向场边踢烂了广告牌 随后还当中撕烂了一夫庆祝 你开心可以 但是别拿广告牌发泄啊 这样的行为 属实让赞助商有点尴尬 赛后张继柯夺冠的奖金 也是全部遭到了口出 出界了 结果张继柯相当兴奋了来到场边 哇 真是一脚把广告看板给踢破了 这场角色的第七局也看得出来 对张继柯是相当具有意义的 拿下这场胜利啊 所以他也忍不住啊 第八个 王楚清 在输球之后 年轻的王楚清直接露摔球拍 这次是挣扎向了自己的队友 暖心的赵子豪还帮他捡起球拍 而这样败人品的行为 也让王楚清遭到了三个月的竞赛 直到现在他还没进入世界前五呢 第七个 马龙 赢球后庆祝能够理解 但是跳到球桌上庆祝和对方握手 这就确实有点不尊重人了 当然作为国家队的队友 方波也是比较的大度 如果换做是一般人 或许直接转身就走了吧 不过在这之后 马龙的庆祝动作都全部变成了秉心 看来肯定是被刘国梁教育了 第六个 阴球后绿衣服的小伙子露哄一声 倒地翻滚庆祝 队友也冲上来拥抱他 在配抱起的时刻 这位小伙还不忘和对手握手致敬 但是这对手却输不起了 看也没看 直接就走 留下绿衣服的小伙 一个人尴尬的眼神 第五个 梅姿 没有想到打球太秀 有一天也会得罪人 徐欣不断地放高球队拉 欧洲冠军梅姿气急败坏 直接露摔球派泄风 这样的行为手失败能品 不过也正常 毕竟人家是欧洲冠军 而这个时候的许欣年仅19岁了 第四个 陈卫星 要说脾气暴躁的 那还得是前内蒙古选手陈卫星了 在被裁判判了发球伪力之后 直接把球打飞并且露摔球派 这眼神我以为他要拉着球派打裁判了 第三个 面对54岁的老奶奶李夏林 日本小将足足磨了一个半小时 最后依然输掉了比赛 而输球之后的日本小将 却再次做出了败能品的行为 两次和对方擦身而过都不会足够去握手 甚至看到对方来了 还直接扭头回去 面对54岁的老奶奶李输了 还不服气吗 第二个 在对拉失误之后 这位欧洲小伙直接露砸球拍 球拍甚至弹起几米高 然后飞向了场外 这样扎自己球拍的 我还真是第一次见 要是场边有观众 估计还要被爆头吧 第一个 徐辉 比赛中脱衣我们的横见 但是脱裤子的你见过吗 国平老将徐辉在赢球之后 直接朝着观众脱下了裤子 这可不是无异行为 因为脱完裤子的他 还朝着观众输了一下忠词 一副洋洋得意的样子 虽然说当时是为了嘲讽国际平年不让脱衣的规定 但是这种赛场上脱裤子的行为 属丝有点百能品了 你们觉得呢